我想請教一下趙委員 這個事情重要嗎 這很重要 因為過去國會 其實長期都挺台灣 但是國會提的法案 不管是預算還是法案 通常到了國務院都不會通過 也就是說總統不會簽 就比如說民間國會這種層次的 他會挺台灣 可是那種建制派的 這些國務院都挺中國 過去都是這樣子 可是現在完全不一樣 所以拜登簽署的這個地圖 不要看那些小事情 那就是由共和黨的這些議員 是不同黨派的 他提出來通過了 在參眾兩院之後 由總統簽署 而且拜登他基本上是希望 透過外交途徑去圍堵中國 而不是像川普過去 是直接跟中國對抗的 他都能夠簽 我覺得不簡單 台北法案 台灣旅行 那他的重要性在哪裡 他的重要性就是說 他其實已經為了 將來台灣跟中國 成為不一樣的 現在是地圖對不對 有政治實體 未來有沒有可能 在外交上有任何的突破 軍事上進一步的合作 這個地圖 真的是很重要的開始 起碼讓大家知道說 美國政府的立場 就是台灣並不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他們雖然在外交簽署上 有什麼認知 什麼東西的 但他並不承認這件事情 而在地圖上把它體現出來 某種意義來講 他根本不是統一的國家 對 第二個是 搞不好他還是獨立的國家 應該這樣講 所以那個提案的 那個國會議員 他就講 說要告別那個 虛假的一個中國 可是這個過去 就國會講得很大聲 總統不簽就沒有意義 可是這次是總統簽署了 而且他的立法說明講的 剛才影片中看得那麼清楚 這個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那全世界會不會跟進 來 林晃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有象徵性的意義 就是說簡單講 美國從1979年 跟中華民國終止外交關係之後 雖然有所謂的一中政策 但是其實從1979年到現在 美國從來沒有承認過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可是為什麼 好 既然他從來就沒承認過 那為什麼這一次 要特別去通過一個法案 總統來簽署 去強調說 以後你要給我識別清楚 就以前能做不能說的事情 現在能做也能說 而且他現在願意很大聲的 透過法律文件把它說出來 我認為這個在台美關係來講 下一步 可能搞不好台美關係之間 會有一些比較 更近一階的 所謂的正式 或者說準正式的關係會出現 要不然美國沒有必要 我無聊幹嘛通過一個法案 而且美國也知道 中國一定磨磨跳 一定不高興 可是他願意做 而且這不是只有 剛剛天理講到重點 他有點像我們國會 通過的附帶決議 可是總統簽署了 之後他就變成一個正式的法律 就是說這個東西 將來美國你所有的國務院 你所有的對外跟台灣交流的 或是說你自己發布的 公開的所有的資料 台灣跟中國必須有一個 很明確的區別 讓人家一眼就看得出來 他說這沒感覺 接下來我馬上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WHO 他是把台灣列為中國 同樣的通報系統 將來美國在面對WHO的 通報系統的時候 美國要怎麼處理 我覺得這是我們下一個 可以觀察指標 所以我覺得全世界慢慢的 將來大家看到美國這樣做之後 慢慢的也會跟進說 的確分得清楚 台灣跟中國 它的確是不一樣的國家 甚至在學生的課本上 出現未來標示的都會不一樣 因為是官方的 因為只要是官方出錢 去弄的一些所有地圖都不可以 所以換句話說 對於所有美國人 現在受教育美國人來講 台灣已經獨立了 獨立在地圖上 以前你看到那些地圖 說台灣跟中國一樣一色 對不對 都跟中國一樣一國 你會覺得很差勁嗎 很差勁 不然還有原主比去換色 所以你看雖然克里米亞 是被俄羅斯辭職占領 可是普丁為什麼要烏克蘭說 你要承認克里米亞是我的 其實你一定占領 因為如果烏克蘭不承認 國際也不承認 國際界還是不承認 克里米亞是你俄羅斯的 這也是有爭議的 所以他要制裁 我們現在是反過來 是美國要承認我們 跟中國不在一起 雖然中國也宣稱 台灣是他的一部分 可是美國是反對的 是外部的勢力在介入 這個會不會引發 其他的骨牌效應 一定會的 例如說日本 例如說五眼聯盟 澳洲紐西蘭英國 這些國家會跟進 因為他們有共同利益 對 共同利益 他們會覺得這樣這樣做 對他們是有利的 過去他們認為這樣做 對美國是不符合 美國國家利益 因為你會讓中國生氣 然後中國要來批評美國 那到底中美關係緊張 美國認為台灣這樣子做 對我們有好處 他認為現在把台灣 跟中國分開處理 是對美國是有幫助 為什麼你中國想要染指台灣的時候 我美國就有理由介入 我就可以有理由 派航空母艦進去台灣海峽 這不是你的內陣 這不是你的內海 這不是你的內陣 台海不是你的內海 所以美國為什麼要 三不五十的軍艦穿越 飛機穿越 就告訴你 這不是你說的算 我也說的算 然後日本也要加入 所以這是一個趨勢 大肆所趨 OK 好 裕翔 我想剛剛其實趙委員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美國向來的對台政策 就是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認為台灣是他的一部分 他們只是認知這個立場 並沒有承認這個立場 其實英文就是 acknowledge跟recognize 完全不同的含義 對不對 所以今天其實 我們先不要說這一次的法案 其實過去美國的地圖 就已經有做區隔了 就是這區隔並沒有那麼明顯 包括我看過什麼 認知啦 不是承認 對 包括我們看到什麼地圖 包括有時候顏色稍微不一樣 可能都是同個膚色或者橘色 但是所有也有做了一個調整 或者甚至於剛看到這個國務院的地圖 其實它雖然是同個顏色 但是它China是大寫 Taiwan也是大寫 它並沒有把其他的這個中國的省份 做大寫的處理 所以本來就有區隔 但是今天這個國會要求的是 更明顯的區隔 就你現在的區隔還不夠就對了 我甚至於要求你要不同顏色 完全不同的標示法 要這個區隔要做得非常明顯 但我其實要提到一點 國會這角色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其實國會是民主黨佔多數 其實我說美國的政治來說是這樣 很少民主黨佔多數的一個國會 會要求同黨的政府 要去做出必要的一些改變 這包括我們也一樣 很少會看到說立法院 要迫使總統府去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這個是同黨的 所以今天其實他們即便是同黨 但是國會仍然這樣子提出 其實彰顯到 美國對於這件事情 是有高度的共識的 我們買的 我們買的 你們買的 一個分配嗎 我買的 你說我買的 你買的 你買的 的